66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石磨石后放下 石磨石后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14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15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17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18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力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20点 20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 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 与它 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 你会发现 原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21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25点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32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33点 不洗澡的人 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财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34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35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36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37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38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39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40点 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41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42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43点 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44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45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46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47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 不懂得自爱人的 人